哈喽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复习的时间 那这一次我要开始复习一个新的单元 叫Cyclic Sort的一个基础概念 那这是它这个单元的第一个影片 那在这之前呢 如果你喜欢我自己复习的影片 或者这影片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呢 那不要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 这样子如果我有复习新的影片的话 你也能在第一时间知道 好,那这一题是LeCode的268题 Missing Numbers 然后在这半年内呢 亚马逊考了很多次,考了11次 然后微软,苹果,脸书也各自考了两三四次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看一下题目 题目呢,给我们什么 它给我们一个Numbers Array 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没有重复的数字 然后呢,范围是从0到N 就是可以从0到6或是任何一个数字 然后呢,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找出里面的哪一个字 哪一个数字不见了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例子 Num是301 那如果从0到N的话 它这边0是到3,对吧 中间不少了什么,就是少了2对吧 所以output是2 然后这边呢,是从0到1 可是它耳类的长度呢 是0到2 所以呢,我们少了哪个数字 就是少了耳类长度,就是output2 然后这边怎么看 从0到9,哪个数字不在里面 8不在里面,对吧 所以我们就return8 好,那知道题目要我们做什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重点 重点呢 我们看完题目也知道最简单是什么 最简单直接就是什么 我们要找出里面没有的数字,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说,好,那我们直接利用一个hashset 我们做一个回圈,做一个便利 把题目给我们的list 存到hashset里面 然后呢,再去便利一次做比较 那如果数字它不在hashset里面 那我们知道我们就找到missing number了,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hashset 那么hashset有0,1,3 那我们用一个i去跑一个回圈便利 每个字,然后i会从0开始 0在不在hashset里面,在 1在不在hashset里面,在 2在不在hashset里面,不在,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2是我们的missing number 那这样子会给我们什么 会给我们tank complexity是ofn,对吧 但是我们用什么,我们用了多余的data structure 我们用,所以我们的空间复杂度 space complexity就会变成什么 就是ofn 那题目已经说过了,can we do better 在面试的时候,你虽然这题解出来 面试官可能会再问你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再更好呢 因为你的空间复杂度是ofn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空间复杂度降下来 题目这边也说了 can you implement a solution using constant extra space 所以我们时间复杂度是没有问题,ofn 但是我们的空间复杂度呢,要把它降到constant 对吧 那怎么做呢,我们就可以利用 ciclic的sort这个技巧的排序 我们来看一下 它array numbers,对吧 array numbers的范围是0到n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14320 我们如果给它做一个排序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01234 那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它的index跟它的值是一样的,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能给它做一个排序 我们知道如果 这一组array里面如果没有missing number的话 它每一个index都是相同的 那如果有的话呢,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5 那我们就知道什么 我们missing number是2,对吧 因为2没有在里面 好,那所以呢 就是每一个数字都会跟它的index一样的 因为它的范围是从0到n 那index我们知道是从0开始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 目前便利的数字 n 然后indexi 是等于 目前便利数字里面的值的num 这样讲如果有点模糊的话 我们把数字带进去 我们有nums 有什么 我们来看01234好了 我们nums 然后index也是01234 然后这边是0 对吧 因为我们i在这边 然后呢会等于什么 是不是就等于 nums 的0对吧 可是nums 这个0是等于什么 等于0对吧 所以你外面又一个nums 又是0 所以呢 就会等于0是等于0的 就是这一个概念 这个可能有一点tricky 不过如果你把数字套进去的话 你就大概会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两个 其实是相同的对吧 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公式之后 我们要干嘛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比较 对吧 其实呢 cyclic sort 去做排序怎么做 我们主要就是用index 跟index之间去互换 那怎么互换呢 比如说如果便利的数呢 比array的长度小 为什么说便利的数比array长度小 比如说我今天便利的数字是 如果是1 像这边 143 20 对吧 那我长度有5 可是我最大的index是4 那如果这个index也是4的话呢 那我就没办法去比较了对吧 所以呢如果便利的数呢 比array的长度还小 而且便利的index不相等的话 那他们两个要互换 那互换完之后呢 再继续重复之前的比较 那如果他们两个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 目前的数字 它是在他应该要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不用去给他做一个排序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现在 有012 对吧 那我们看index0 它的nums i是在这边的话 它的nums i就是什么 就是等于0对吧 然后呢 nums 的nums i呢 也等于什么 也等于0 所以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那表示这个 数字在它应该的位置 应该在的位置 然后如果我们 把它做好一定的排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便利 便利怎样 就跟之前 用hashset便利一样 如果便利的index不等于array里面的数字的话呢 那我们就找到missing number 不然的话我们就return alread的长度就好了 好 那这样讲可能 还是 不太清楚的话 我们直接来 跑一下我们的思路 用图 好我们现在这边有什么 我们有301 对吧 那i一开始在这边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要找出 如果nums i呢 不等于什么 nums 然后nums i的话 那我们就要做个什么 就要做个swap 对吧 那如果它一样的话呢 那我们index可以去增加 那这一边就是等于刚刚这边 嗯 这边对吧 如果便利的数比耳瑞长度小 而且便利的index不相等 那它们叫互换对吧 这边便利的index不相等 叫互换 好那把这个公式套进去的话 我们一开始 i是在0的位置 所以我们有什么 我们可以先把n nums i拿出来对吧 因为nums i就还要再apply另外一个nums 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说 j等于什么 等于 nums i 那我们知道nums i现在等于 3 对吧 因为什么 nums 0 i等于0 然后0对应的位置是3 所以呢 我们有什么 我们发现什么 3 有没有小于 耳瑞的长度 耳瑞长度也是3 没有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不用去比较 为什么 因为如果 3 是 跟耳瑞长度一样 或是大的话呢 那 我们没有办法 会out of index 对吧 如果我们放3的话 我们应该值到什么 值到2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确认说 便利的数 比耳瑞长度小 才可以再继续下去 好 既然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要更新 i的位置 i的位置就到第二个位置 对吧 所以呢 我现在有什么 我现在还是有个j 对吧 j就是我们 第二个nums i 所以呢 j是等于什么 nums 什么 nums 现在是在1 这个位置 就等于0 对吧 为什么等于0 因为nums i 等于0 对吧 nums 是在1 这个位置 1对应的位置 值是0 然后呢 把0放进去 我们的公式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什么 我们得到1 所以呢 我们现在有什么 我们现在就有 0 等不等于 3 0不等于3 对吧 不等于3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给它做一个swap 对吧 所以这两个就兑换 所以我们有了什么 我们就有0 3 1 然后i一样在这边 对吧 所以我们再去做一次比较 nums i 现在对应的 数字是什么 是3 那么发现什么 3 跟我们的array长度是一样大 所以呢 我们不用去管它 i要更新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什么 来到nums i就等于什么 i现在为了是对应在1的位置 所以i就等于1 那我们的j就等于什么 nums 什么 呃 01 就来到 3这个位置 然后呢 1 1 1 不等于 3 对吧 啊 这边应该是 i 然后 对 因为nums i是 呃 1 1 因为i现在是在01 i是在2的位置 然后我们得到1这个值 然后再把1放去 那我们是i里面 1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得到3 然后1不等于3 所以呢 那 我们就要把他们两个互换对吧 互换的话我们就有什么 0 1 3 然后我们再走一次呢 发现我们i已经走到底了 那我们再做一 这边就可以直接去做一个便利 便利什么 我们有i对吧 i i 有没有等于 nums i 有对吧 因为0等于0 然后第二个呢 然后这边 1有没有等于1 有对吧 所以来到这边 2有没有等于3 没有等于3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i现在是2 2就是我们的missing number 好我们再用同样的思路 来看比较大一点的array size 我们来看到我们现在 i现在在这边对吧 所以呢我们nums i i 对应的数字是什么 nums i 就等于什么 等于4 对吧 然后呢 嗯 我们j就可以说nums nums j等于nums 嗯 4 然后发现什么 发现 我们的i 是比我们的array长度还长 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就 不用去看它 所以我们把i更新到下一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发现什么 nums i现在是等于什么 等于0 对吧 index 1 对应的位置是0 那nums 0等于什么 等于4 那0 是不等于4 是不等于4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它什么 把它位置调换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 0 4 3 1 然后 i现在在这个位置 一样去比对 可能你发现什么 i的值是4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什么 i要去更新 所以呢 i就更新到下一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就有了 nums i 就等于什么 等于3 然后呢 j j就等于什么 等于nums 0 1 等于nums 3对吧 因为这个数字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就得到1这个位置 3 不等于1 对吧 所以我们做个swap 0 4 然后呢 1 3 好 然后我们1一样在这边 对吧 所以我们继续再去做一次比对 我们会发现什么 我们的nums i 是等于1 然后呢 j 等于什么 等于nums 0 1 2 2 对应到1 然后1对应到位置是什么 是4 对吧 1 不等于4 所以呢 我们做一个swap 就变成0 1 4 3 然后呢 i现在在这边我们发现什么 它的值是4对吧 所以我们i肯定是还要再更新一次 i再更新一次之后呢 我们来到3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说什么 我们说nums i 现在就等于什么 等于3 对吧 因为index是3 然后3对应的数字也是3 然后呢 j就等于什么 等于nums 3 然后得到数字是什么 也是3 对吧 所以3不等于3吗 3是等于3的 所以index在 i再更新之后呢 发现 这个是我们可以排序的最终过程 我们有0143 那0143 我们再去做一个便利的话呢 我们有什么 1 4 3 我们有i 等于0对吧 0是不是等于0 0是等于0 所以我们看下一个位置 i变成1 1是不是等于1 没错对吧 我们看下一个位置 012 i是2 2 2 是不是等于4 不等于4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什么 2是我们的missing number 好那这一题 有一点tricky 可是呢 嗯 照着这个formular去想一下的话呢 就会比较清楚 这是一个 有点玩array的一种小技巧 好 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把这个code写一下 一样有个solution 然后呢 nums 是什么 nums是一个list 然后integer 然后最后要return的呢 也是 嗯 也是一个integer 好 然后呢我们要什么 我们会有一个i 对吧 i等于0 那我们也可以把 你的length 拿出来 比较方便我们之后去做比较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个便利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while i 小于 length 如果i小于length的话呢 我们就要一直去做个便利对吧 然后这边就可以说 如果什么 如果i 嗯 这边是如果nums 什么 nums i 是小于 length的话呢 还有什么 还有 nums i 等于 nums j 对吧 那这边 要少写一行 这边 j 要等于什么 等于nums i 对吧 如果我们把j 跟nums i 等于nums j的话呢 j是不是就等于nums i 所以我们 这边nums j就等于nums i 对吧 好 好 然后呢 如果呢 如果它们俩 呃 这边是 不等于 如果不等于的话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swap 对吧 这边就可以说 nums i in i in range 然后 length if i is not equal to nums i 那干嘛 就 return i 对吧 如果当数字不一样 我们就把它return就好了 然后呢 如果这边跑完也都没问题的话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只要return 它的长度就好了 因为它长度就是它的missing number 所以 return length 好 那这个code差不多就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时间复杂度 时间复杂度呢 我们是什么 我们跑了一个回圈 对吧 跑了一个回圈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它是ofn 然后我们还发现什么 当如果 nums i 小于 length 还有nums i 不 等于 nums j的时候呢 我们会再跑一次回圈 可是这回圈怎么跑 最糟糕的情况下 它 不会跑超过 我们的length 减1 对吧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 condition 如果nums i小于 length 所以它最糟糕的情况 不会便利超过这个 所以 这边就有n-1 然后你们最后又什么 我们最后又便利了一次这个 所以这边也是ofn 那么把这三个加起来的话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ofn 对吧 可以把它简化成ofn 那space complexity 没有用到任何data structure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知道 是constant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一题 打到licode上面去 好 那来到了我们幸福的时刻 我们把刚才用手写的code 把它打到licode上面去 我们知道我们要一根i做回圈 然后我们用一个lens 这样我们之后就不用写那么多 呃 code 呃 th 好 然后有这两个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个便利 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说 然后呢 j等于什么 j等于nums i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有 nums 然后nums i 对吧 然后呢 这边可以说 如果 nums i是小于lens的话 而且什么 而且 nums nums i 不等于nums j 这样的话我们他们就要做一个swap 所以呢 nums i nums j等于什么 nums j 然后nums i 不然的话呢 我们index要去更新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便利 那么便利 if i is not equal to nums i 的话呢 return什么 return i 然后最后再return length 如果这个回圈都没有中的话 直接return length 就可以了 把这个code送出去看看 好这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送出去了 那没有问题 那就是这一题 的 嗯 是 空间复杂度是constant 的解法 然后using cyclic sort swapping 好 那这个 这一题的 基础概念就到这边 然后呢 如果你喜欢我自己复习的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 这样子如果我有发新的复习影片的话 你也能在第一时间知道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然后也祝今天的大家 你昨天厉害 我们下个影片见 Peace 好 我们下个影片 稍微并行